中年好聲音 現在中年好聲音 現在有鎖沙發 你有沒有覺得哪些人 是國內補這個人像 其實中年好聲音 是一個很團結的團隊 無論是一二我自己覺得 起碼我是很努力去維繫團結的精神 在Cross Over裏面 其實這兩集都很好看 因為每一個歌手 或者一個參賽者 他們的聲音都很特別 很獨特的 可能數人突然間 這幾個月裏面已經發展到 有人有粉絲 或者他自己有一個形象 他的聲音有他的角色 其實我很大印象的是 安瓦熙我知道很多朋友都很喜歡他 他這次和Venus之曲兒去Cross Over 其實大家可能未必想像到 他的兩個聲音 因為安瓦熙是比較沉 質感比較有質感 芝芝就是一個 比較尖少少女仔Girly的聲音 究竟那個chemistry會怎樣呢 大家要留意 龍亭和芝芝呢 他們兩個都是站身合奏的 和他幾個塊錢 是 龍亭當然是很穩陣 和他合拍的那兩拼 都真的有 我覺得有點壓力 其實因為 畢竟是豬肉在前 他的成績又這麼好 有這麼多粉絲 還有選擇的歌 很適合龍亭唱 所以又可能對於那些參賽者有少少壓力 那Girly呢 今次做得很好 因為我記得 有一些歌手的Cross Over 當日雷有輝 就是Patrick 是和他唱《留住我爸情人》 那Pat呢 真的超級幫到他 而且在那一集 是完全令到Girly開竅 而我見到今日的Girly 他回來幫中二 他是完全助攻的 不要想自己的事 就是很無私 所以我覺得 你叫我說 我可以說了這麼多個出來 其實每個人都有一個不同的作用 而他們都是很好的本分 就是做了自己做中一的師兄師姐 去幫忙 去承托他的中二生 所以其實這兩集都很有愛